四周 六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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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周 我们等一下如果说见完五四周 先到了以后我们的乙甲瓦 然后会向那个阿里乙甲瓦 如果说是小瓦的话 我们的猪就可以 呃大家 拜猪的人就可以把猪撤走 啊然后 我们就会把这一块场地给进一步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由我们部落里面的妇女来跳千曲 那也有一些人他就是 也有一些人曾经问我说 你们跳千曲我们可不可以跟着下去一起跳 其实我们的千曲是外人不能参加的 因为我们的千曲并不是说像一些高山主 他跳的十丰年纪是快乐的丰收的 大家可以一起来同乐 我们的千曲的曲调是比较哀伤比较严肃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是因为我们千曲里面的那个曲调的意思就是 在相传以前我们的部落里面 曾经连续七年的干旱 大家日子都过得很难过 所以我们千曲的曲调意思是在向阿利姆来述说 我们的日子过的是什么的辛苦 那希望阿利姆能够请求